上海昨天召开上海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筹备工作动员大会 对特奥会筹备最后除此阶段的各项工作进行动员和部署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在会上强调 要按照中央要求全力做好各项筹备工作 努力把本届特奥会办出上海特色 办出中国水平 办出国际声誉 要充分认识举办特奥会的特殊性 复杂性 艰巨性 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全势动员 全力以赴 不如使命 不负众望 把筹备工作精心组织好 抓紧完成好 全面落实好 坚决完成好国家交给的重大任务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 市委副书记 市长韩正 对特奥会下一阶段的筹备工作做了部署